之前外科名醫江坤俊 鏡頭前營造滿滿的愛家形象 但卻遭週刊直擊爆料 劈腿院內的護理師 再過不久話題也發酵 又再扯出曾經性騷擾節目的 搭檔女主播鄭凱雲 事後江坤俊一直都身影 沒有多做回應 直到九號他終於回應風波 嚴正聲明絕無性騷 並且同時也宣布 暫停演藝圈的工作 但是他不認錯的態度 也引發各界不滿 而遭到波及的鄭凱雲 時隔多日稍早也在社群上面 發出了兩百六十一字的聲明 其中就有說到 絕不能欺負人 更不能做錯事 還不承認 而被欺負時也不能悶聲挨打 得出聲呵斥 尋求正義 雖然文章中沒有明講 但網友都猜想 鄭凱雲說的這段話 似乎就是在暗奉 蔣坤俊的行為